各位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一期的大城小李 我是明光社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的義務研究主任 Michael 最近如果大家一提到最近看什麼節目 一定是看那款海產遊戲 什麼海產遊戲大家都知道 一定是說魷魚遊戲 我們今天一定不會劇透 方便有些未看的觀眾 不用怕 看完這個節目 我們不會告訴大家什麼結果 人性刻劃的故事內容 我們今天會輕輕放過 因為我相信很多人都說過 裡面的人性 每個角色 誰贏誰輸 最後出人意表 我想這些大家要知道的 不知道就不知道 今天從魷魚遊戲上看一件事 就是看魷魚遊戲裡面 那些已消失的遊戲 因為不劇透也可以說一點 它裡面其實就玩了很多南韓人 小孩子 以前玩的遊戲 當然大家最熟悉的 也有些驚嚇的 就是 那樣東西 大家馬上吃糖 大家立即在這裡玩糖 我想起 一看到這個玩糖 我便想起 當然我們香港人沒有這隻 糖糖的 但是糖糖好像有 糖蔥餅好像很像 我們也有這些疑時的懷疑 甚至這個123木頭人 我沒有劇透的 不過大家都知道 這是裡面的一個遊戲 我們當然沒有玩過木頭人 我們也沒有這個玩偶 也沒有這麼恐怖的 這些疑時遊戲 我們通常都有美好的回憶 我們通常的回憶是 1423321 紅獨燈過馬路要小心 或者是狐狸先生多少點 類似這些 就是很開心的小朋友的遊戲 一直看到這個魷魚遊戲 都是說了 不討論那些人性問題 我便發覺 我們消失了很多 我們疑時很好玩的遊戲 今天如果你問回小朋友 我覺得他們一分鐘都沒有玩過這些 123、321、紅獨燈過馬路要小心 還有很多經典的遊戲 最近大家因為看完這個魷魚遊戲 除了討論劇情之後 就說我們真的消失了很多 很多小朋友當時都很開心的遊戲 可以好玩 喂拔河 我想我們都很少玩拔河這個遊戲 以前我真的記得我們在學生時代 小學、中學、中學 尤其是很多中學 青春期 每個學校裏面有些社製的拔河比賽 陸運會 我們在陸運會 一定玩這個最後拔河比賽 我這些儲等型 當然經常被人覺得玩拔河很有優勢 但其實大家知道玩拔河是有技巧的 只是死拉死扯 只有椅子很肥是沒用的 有時是要取巧來放手 類似這些東西令你拔河意想不到的絕招 出了對手嚇壞 又一嚇掉 你就會贏了 其實很多技巧 很多玩法 這些好像 都是一些已消失的遊戲 我不知道會不會太武斷 你如果你是同學 或者你以前上學 好像我們這些年紀的 你有沒有玩拔河 或者你有沒有看過人玩拔河 都應該是挺刺激的 還有這些 彈珠 彈珠在不同年代的香港朋友 我想你們玩的方法 類似的遊戲 應該有些改良版或改變 因為其實只是看資源 波子也不是便宜的 或者應該這樣說 不是經常都有的 都是一些珍貴的項目 珍貴的產品 你有波子玩波子棋 如果沒有波子怎樣 彈刷膠也可以 甚至彈珠籤我也試過 很多這些玩法 我相信都是很變通 很靈活 在小朋友的階段 大家都很享受這些童真的感覺 但波子 誰多就誰贏 拆枝膠也是 但拆枝膠 誰搭到誰拆枝膠 或者彈開 看你的玩法是怎樣 總之可以贏了 然後在小息 午餐時間 令到大家非常歡樂 這些童年回憶 看回這個魷魚遊戲 都是想起很多 這些異事遊戲 都是挺開心的 這個我相信 對於香港人 既認得 但當然是陌生的 就是最後 這個魷魚遊戲 就是 南韓小朋友 以前玩的遊戲 就是有些競逐 追追逐 有攻守防守 這個遊戲 香港人 我想也有的 不過是指板遊戲比較多 你說如果是動感的話 跳飛機有點相似 當然不是一樣 完全不一樣 但是動態來說 都應該有點相似 你說這些防守遊戲 有很多 東南西北 原來大家玩 大家笑一下大家 或者玩手繩 玩手繩有些就說 我要試試你的結 我試試你的結 就讓大家綁在一起 攻防遊戲 我相信這些都不少 這些簡直是暴露年紀系列 天下太平 我承認過 我唯有玩過 今天如果你被小朋友拿出來玩 真的會不會玩天下太平 我都很難說 你畫多少個防護罩 或者畫多少支火箭 每次畫來畫去 越畫越多 大家攻防 整個下午都還沒玩完 都很厲害 老實說這些都是很有趣 又很簡單 又有創意 又很好玩 永遠都很好玩 這些童年回憶遊戲 在這個魷魚遊戲中 我們都看了很多 令到大家看得有點腦懷安慰 但問題就是 剛才提到這麼多遊戲 也是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se 其實是很多的 還有一些拍子仔 畫三條線過三關 還有什麼遊戲呢 不如大家可以在留言告訴我們 你在小學或小朋友時 你要玩過什麼遊戲呢 這樣說 整晚都說不完 整天都說不完 日夜都說不完 童年的遊戲當然是開心 但是因為疫情 也不要賴疫情 因為現今的社會發展 你覺得現在我們的小朋友 有沒有這麼多這些 又簡單又好玩又有趣 但是 不需要用電的遊戲呢 今天我想小朋友真的少玩了很多 自然有一部手機在手 什麼都是好朋友 還需要去玩嗎 什麼都是有一部手機先走 就算去到遊樂場 唉 都是在玩電子遊戲 都是在玩手機 甚至是爸爸媽媽 到遊樂場 應該是親子時間 最後 其實就等於放電而已 這些是爸爸媽媽的術願 讓他在這裡跑 我就做紅綠燈 紅綠燈過馬裡要小心 我就站著做紅綠燈 你們慢慢玩 我就拿手機在這裡玩 又等放學 好像... 說得難聽一點 好像放狗一樣 其實 遊戲是不是應該這樣玩呢 又或者這樣 是不是真的消失了所有的樂趣呢 大家都明白 五年 疫情各樣東西 大家去社交各樣都有很多新的限制 我們都明白很多這些遊戲都很難玩 就是說 待會這麼多身體接觸會不會有事呢 我們現在玩社交距離 我們最難玩的遊戲叫做Social Distancing 大家社交距離如何拔河呢 天下太平手不能碰 玩繩不准碰手 是消毒的 你會發覺很多遊戲 因為疫情和社交距離的緣故 很多遊戲都好像不見了 這些都是藉口而已 自從有電話之後 我想很多遊戲都真的因為這樣 就不見了 我們的童真會不會真的消失了呢 回看一齣的魷魚遊戲 回看南韓他們的儀式裡面 那些很熟悉的遊戲 其實回看南韓人的評論 除了講劇情 我都說了今天不劇透 除了講劇情 很多人的評論都說 唉 我真的很懷念 以前玩這些遊戲的日子 現在小朋友都不能玩這些遊戲 要不就不懂得玩 要不就不喜歡玩 唉 我們小時候玩得很開心 這些日子何時才會有呢 原來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這些消失的儀式遊戲 不是因為文化差異會消失的問題 原來真的因為手機 科技進步 時代不同 小朋友真的會沒有這些遊戲 唉 一想起其實都很可惜 甚至有時候想 都會有些黑色幽默 剛才說魷魚遊戲 原本就是看Netflix的節目 誰知道原來現在有Apps 是可以玩的 其實我想一下這樣玩Apps 我很佩服 整理出來的人的創意 但是 亦都真的很唏噓 如果彈波子 八河 或者我們那些天下太平 東南西北 全部那些 都變成Apps來玩 趣味還在哪裏呢 互動去了哪裏呢 是否真的可以手機代替 是否每件事都可以在Apps上通行呢 我覺得這個 真的很唏噓 我們今次看完這個魷魚遊戲 當然大家都有很多感想 希望我們的消息遊戲 儀式遊戲都不要這麼容易 真的不見了